最近刀狼再度复出 所到之处万人空向一票难求 场内场外到处都是歌迷合唱的声音 唱到动情处刀狼哽咽落泪 身边关门弟子徐子瑶则从容旧场火力全开 从和声半唱转为主唱 天籁之音堪称云朵第二 说实话看到这一幕 我们也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印象中的刀狼 还是那个戴着鸭舌帽 穿着皮夹克的朋克青年 再见时已是身材臃肿 满脸沧桑的秃顶大叔 这何尝不是我们同样逝去的青春 初听刀狼还是高三 如今已是三高 男孩初听是楚男 如今却是处处男 女孩初听还没来月经 如今已是绝经人 2002年的那场雪 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感慨岁月是把杀猪刀的同时 很多人也注意到 为什么刀狼复出的演唱会 陪他同台演出的不是云朵 而是年轻的许子瑶 从成都到广州再到南京 刀狼最得意的门声云朵 何以一再缺席 不仅缺席了演唱会 而且面对刀狼付出铺天盖地的热潮 云朵连一句隔空祝福都没有 这对狂热的刀狼歌迷来说 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有不少粉丝指责云朵忘恩负义 甚至跑到云朵账号下去骂他 对此云朵发文证实自己 去了10月12日的南京演唱会现场 不过只能压低茂言 悄悄坐在观众席上默默支持 虽然他在文中还是称刀狼为老实 并表示在现场控制不住落泪云云 但在刀粉看来 云朵则是别有用心 因为网友发现云朵 一方面表达对老师的崇拜和感激之情 声称和老师的关系不会变 一方面又顺带宣传了 自己即将在10月19日的昆山演唱会 这很难不让刀迷们愤怒 你不到现场助阵就罢了 还曾热度为自己吸金 我理解刀迷们对云朵的期待 这种期待传递着知恩图报 修期与共的朴素价值观 毕竟没有刀狼的十年苦心栽培 就没有如今的云朵 如果不是遇见刀狼 云朵大概率还是那个 在饭店里端盘子的服务员谢春芳 云朵这个一名 就是师父刀狼给他起的 为了培养除了天赋一无所有的云朵 刀狼甚至让云朵住到家里 一住就是六年 并先后给他量身写下了 爱是你我 我的楼兰 云朵等后来 筷智人口的作品 此后刀狼被主流音乐打压 云朵为了给师父出气 以选手身份参加我是歌手节目 现场演唱《刀狼》歌曲 后来又跑到酒吧踢馆 被扣后 还是刀狼找谭永林 才把他救出来 为了推出云朵 刀狼还帮助云朵 先后三次登上春王舞台 并在2011年发布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云朵》 可以说 刀狼在云朵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也试图通过云朵向主流乐坛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刀狼付出最应该出现在刀狼身边的 应该是云朵而不是徐子瑶 而徐子瑶的出现以及最近爆火的杜小歪 都证明一个道理 在艺术这条路上 天赋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伯乐 是机会 虽然云朵在直播间 极力证明自己和师父的关系没有变 师娘对自己也很好 但外界对其师徒决裂的传闻仍是有增无减 而随着10月17日刀狼方面的一纸声明 彻底证明双方已分道扬镳 根据刀狼版权所有的 北京阿亚拉索文化传播公司声明 至少传递了三个信息 第一 师徒关系早已结束 刀狼与云朵2010年开始签约合作 2014年即友好解除合约关系 注意这里的措辞 是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友好解除 也就是说合约是提前解除的 为什么要提前解除 众所周知的原因 2013年是刀狼音乐生涯的谷底 可能无论是师父刀狼还是徒弟云朵 都觉得付出无望了 所以刀狼决定解除合约 放云朵单飞或许还有一线声机 不仅放云朵单飞 还把自己为云朵写得棘手 已经成名的歌曲授权给云朵演唱 由此可见 刀狼对云朵的用情用心之深 但随后的几年也证明 离开了刀狼的云朵 发展得也并不是很顺利 第二 刀狼是真的伤透了心 声明称 自合约解除后 云朵女士的工作安排 个人生活 与我私和刀狼先生无关 我私目前仅授权云朵女士 可在线下演出中表演授权作品到期后收回 注意这里的措辞 是云朵女士 是其工作安排与个人生活与刀狼无关 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师徒关系现状 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和陌生 曾经的师徒共进退 如今已形同陌路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爱是你我等四首歌的版权时间 是因为刀狼是名纯粹的歌手 他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人拿去商业化捞钱 能授权到云朵演唱会结束后再收回 作为师傅已是仁至义尽了 第三 给云朵保留最后一份体面 声明在最后一段说 我思作为曾经的合作伙伴 真诚地祝福云朵女士演唱会 取得圆满成功 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勇往直前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这段话看似平静如水 实则心如刀割 以前的爱图云朵 现在已成曾经的合作伙伴了 你能想象你花了十年心血 培养出来的徒弟 会签约迫害自己的那家公司 并用自己的作品帮别人赚钱的感受吗 即使如此 刀狼也选择埋在心底这么多年 如今对方要蹭自己的热度 唱着自己的歌开演唱会了 刀狼格局再大 也大不到被人利用 却毫不还击的地步 所以这份声明是一份无奈的选择 也标志着师徒勤奋的正式终结 虽然我们不知道 云朵这些年经历了什么 这背后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 但离开刀狼后 选择打压恩师的那拉市所在公司签约 这无疑是在背后捅了恩师一道 由此也就能理解刀狼 为什么宁愿选择刚出道的徐子瑶 也不让他出现在舞台上 估计云朵也没有想到师父会有在火的那一天 所以趁着热度赶紧筹备了自己的演唱会 这显然越界了 刀狼也是忍无可忍 才不得不公开声明和云朵的关系 给歌迷们一个交代 也给了徒弟最后一次体面和尊重 声明发布后 歌迷们用脚投票 云朵瞬间脱粉五万 宣传很久的演唱会不仅被大幅唱衰 很多余票也卖不出去 已经够票的也准备退票 这对云朵来说确实是个致命的打击 看看刀狼演唱会上的泪流满面哽咽诗声 就知道刀狼的心有多痛有多无奈 他哽咽的不是泪 而是背叛的滋味 彼时彼刻他脑海浮现的 一定是当年那个晚上 在旅游饭店 第一次看到端着盘子的谢春芳 纯真可爱的样子 只可惜刀狼还是那个刀狼 如今的云朵 已经不是曾经的谢春芳了 当然尽并否则